吴三桂成了网红,今天李自成请来六串,明天皇太吉请来泡巴 吴三桂明白自己呢就是肉夹馍中间的那坨肉,量小但未香 在京的大多数明朝官员这个时候已经是归顺了李自成 李自成派人带着吴姓的亲笔信和吴三桂集区的君想粮草 主动招降,吴三桂打算投降李自成 一来呢大家都信汉,二来呢老爹和爱妾呢还在京城吃烤鸭 正要办交接时,吴三桂收到老爹的密信 说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逼他捐献二十万的爱心慈善 他只凑了五万就被做的是鼻青脸肿 然后刘宗敏把陈媛媛给抢走了 说能顶十五万,吴三桂看完戏呢气得头发都绿了 原来自己在京城的家已经被李自成洗劫一空 全家老少三十几口人全部被关押 父亲的劝详信是在毒打下被逼迫些的 吴三桂不然大怒,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 有何面目见人,大战里传来了吴三桂的长笑 全军穿白挂笑,报君父之仇 吴三桂掉过来码头,带着人马返回了山海关 狂怒之下的吴三桂向多尔滚递上了一方 半求救半事想的信,入关合伙,干掉李自成 被击败的李自成恼羞成怒 先后杀了吴三桂的父亲吴湘和三十多口吴家人 心已硬成铁冷如病的吴三桂产生了排山倒海的愤怒 他像恶魔附身一样屠杀自己的同胞 一路平定陕西,攻取四川,收复云惠 他入面扫面,明朝残余,秦拿永利帝 永利死前问吴三桂 汝非汉人呼,汝非大名臣子呼 何为汉奸叛国,父亲至此 一连三个问题,字字诛心 让内心有亏的吴三桂面如死灰,伏地不起,壮无死人 五十多岁的吴三桂有点累了,他只希望新朝景能看在卖命多年的份上 让他视镇云南,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 刀枪入户,马放南山,他就没有价值了 第二年,清廷收回他兵权,并设置了云贵粮省的都府